它是由新加坡知名的建筑团队设计的绿色建筑 每一个房子都有L型环绕的阳台 很大面的三面采光 它所在的台中武器重化区 是老台中人认为生活机能最完善的区块 这个房子的格局啊 采光跟冲锋 应该是我有史以来觉得最棒的房子 房子会自己来找你 其实两年前的时候 这边还是预售屋 我就很喜欢这边的地点 完全就是我梦想中的房子 结果没有想到两年后很幸运的 我考上了台中的大学 然后这栋房子也盖好了 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就是AVON给我的感觉 它的设计很简单却不失华丽 看久了也不会觉得腻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第一次丈量的时候 我是非常的惊讶 哇 怎么有这么棒的建筑物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 对 因为要采光 再来要兼具通风 再来又要跟这个环境植物共生 我觉得它真的有很多的优点 你任何一个面窗打开 就是一个 比如就是一个风景 你如果要设计这个房子 你会给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就是硬景 我们如何把外面的风景跟采光 映入到室内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硬景的第一个 我觉得镜面用的很棒的地方 是在玄关 在玄关柜底的门片上 除了我们优雅的线板以外 再加上我们的镜面 把我们漂亮的采光 跟风景映入到我们的玄关 当初风水老师有特别指点 在我们的玄关的底墙的部分 需要有一个大面积的镜子 对 也硬景就对了 对不对 那我们利用设计的崩割 让整个墙面比较活泼有趣 同时兼具设计的造型以外 让我们整个的餐厅 也看起来更大了 OK Avon他主要主打的是小青星 可是其实这一次 有点为难他的地方是 我跟妈妈都比较喜欢 再加一点奢华的感觉 所以Avon他们也很注重我们的需求 就是有极力地建议我们 哪一个部分可以加入奢华的元素 但是哪一部分 就是觉得清新一点就好 小青星的辛苦点 带一点轻奢华 这个电视主墙面 整个看起来 气质跟气势都有兼顾到 它除了单纯的我们的茶净以外 同时我们在左右两边 也结合了我们的镀态铁剑 镀态其实一般我们看到 它都是用窄窄的一个线条感 是 但是你用的是倒角的框 对 然后跟镜面搭起来 其实镀态铁剑 它在建材的成本上是很高的 穿它局部的镜子 就可以让空间变得很华丽 尺度的拿捏是很重要的 过少呈现不出它的奢华感 过多会流为俗气 那就是考验专业设计师 它的素养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地方 其实是这里 对其实我们的沙发上面是一只 很大很大的凉 后面是一个空中花园 对是一个很棒的景色 其实我在猜你想要我做的动作 人家最舒服的会是这样 对不对 OK 所以它的好处挺多的哦 收凉了哦 然后也让我坐在这边很包袱 有安全感 对 你知道我其实也碰过蛮多的屋主 他们喜欢空间中有镜面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空间里面的所有设计 是给喜欢镜面 放在空间里的屋主 很棒的参考 Evan说 对于家里可以用来接待来宾访客的公领域 何止属于一家人生活齐聚的私领域 公司之间的区隔相对重要 于是他设计了这一道小小的隐藏式拉门 姬美观又便捷的给出了完美的解决之道 Evan 通常在卧室要设计开始的时候 你做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 我们第一件事情必须去决定床头的位置 像我们要决定床头的时候 我后面这道墙它太短了 床头不够大气 那我们这一道墙的话 其实它是主要动线进房门的旁边 睡眠的时候会没安定感 就我睡觉的时候谁进来 我其实不知道对不对 对 所以我决定在设定这间房间的床头的时候 我决定是在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两面的一个采光落地窗 我要通风的时候就打开 对 采光通风都保有 是 我想要睡觉安定的时候就关起来了 因为其实这个房子我之前来看过嘛 在格局上面原本它的主卧位浴跟更衣室 它没有任何的隔间 对 可是我觉得Evan把它一分为二 为什么 把它一个大空间切成两个空间 同时可以有两间的收纳量 更衣室就不会是在浴室的门 湿漆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更衣室的衣服会发美 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肝跟湿是彻底的分离 对 我一直很喜欢就是房间像是旅店的感觉 我的房间回来就会觉得 哇 就像饭店一样 这个空间我觉得很棒 而且我很喜欢白色系的感觉是因为 每次回来都会有新鲜感 然后我觉得看的心情也会好 而且你一个人的话你不会觉得孤单 觉得自己是像公主一样 就是我理想中的家了 在设计收纳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客房有架高地板 分有四个大格子可以打开来 我们的换机的棉被啊 厚重的行李箱啊 大型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放置在我们的地板的下面 同时我们不会因为地板的架高去影响到屋高的收纳 好 那还有哪些地方咧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中导台它可能有这个宽度 可是一个柜子做到那么深不好用 那我一边就可以做抽屉 另外一边我们一样可以打开门 我们等于说一个这么宽的吧台 我们这边也可以收 这边也可以收 两边都很好用 通常女孩子就是鞋子会很多嘛 对啊 那我们就是尽量把鞋柜能够进山进美把它拉到最大 好 那他们家呢 还有一个地方一个空间 媲美一间储藏式的收纳量 我这样讲好不好夸张 其实也能夸张对不对 是 很大耶 对 它其实非常的深 它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好棒 对